看拍劇男友沒有投訴 李佳琛情人節要開工 李佳琛、王志賢等等 今日就現身中環街頭 宣傳新劇《BOSS早晨》 李佳琛近日忙於拍攝新劇《BB來了》 望到不可開交的他 下巴都已經爆瘡了 這部劇拍攝的時間 因為橫跨聖誕節、情人節和農曆新年 不過少爺醫生人都會記住這部劇 情人節就未能夠相陪男朋友 問男朋友陳炳全有沒有投訴 她就說 我投訴?我都未投訴 我看到她投訴 不會的 其實一開劇就預料了 但這部劇的量真的挺驚人的 我的皮膚又差了 狀態又差了 我也想不到自己是 這部劇的量因為太多了 企人投訴我 現在去到是 我有一次WhatsApp 媽媽 因為我太久沒見她 我後來想起 開劇之後 到現在我兩個多月沒見過她 我甚至連回家拿個湯的時間都沒有 有一次媽媽WhatsApp 我問你為何要帶人拿湯的時候 我說這星期為何你不舒服 原來她太感觸哭 媽媽在訊息中哭 我立刻心很酸 我可不可以想起 原來我自己沒有停過過程 我兩個多月沒見過她 然後我就 我就說你不要這樣 我還哭得大聲過你 如果這樣 就是這樣 這些不是抗議 但是你會感覺到原來 我一開工的時候 真的忽略了身邊所有東西 但沒辦法 我叫你最 Brik的 那你的根治 我來這邊 都有留下來 你不想起來 我最好 吃早個湯 餓 吃早醋